這裏挺好的環境 如果你去過旅行,有跟過旅行團 旅行團當然會有一個導遊 導遊,帶過那麼多團,見過那麼多人 可謂是人是鬼,一眼就看得出 就算真是被他見到鬼,見到也當看不到 不過我真的聽過一個做導遊的朋友 他自己一個親身經歷 導遊通常去到酒店 第一時間就會幫團友安排好他們的房間 之後他自己才會回房休息 那次他剛回到房間 準備掛起衣服 換回輕便的衣服的時候 他眼角看到 長角那邊的燈 有一個影 通常導遊 我剛才說過 見到也當是看不到 不管,照撿 好了,拿好衣服掛下去之後 不對勁 那個影好像越來越近了 他開始有點害怕 但是他要故作鎮定 想著沒事的還是沒事的 照做 照拿衣服出來撿 但是 最終那個影 貼近他的耳朵 跟他說了一句話 誰不知一揭起床 幫我帶一件事 有一條乾絲睡在下面 即是說 我大哥星 與鬼同眠了兩晚